謝謝蘇菲的開場 謝謝蘇菲的開場 然後要謝謝菁老師 請開康卡這邊 我們今天談的問題是 動物權利 一開始我們在構思這個題目 動物權利本身是 在台灣之前 比較嚴重實的概念 動物權利 動物權利用了很多的概念 它可能有 它可能有某種程度的生命權 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使用 我們應該使用 像是不會把動物當作實驗的標題 動物權其實很擴充的概念 所以 當我們今天肯定有動物權的時候 好像就並含著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們必須承擔 對動物的某種意義 這是整個動物權 會讓在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如何先確定動物權 那當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想說 在台灣我們可以找誰來看 這個意義 那我們第一個 拿背包想要 找到一個問題 可以請來說 因為錢老師從九年年代 就花很多的力氣 不管在翻譯或住宿 關於動物人體學的意義上 就花很多力氣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請錢老師 來講這個意義 那錢老師呢 從九年代年代期的 翻譯影片 在國際小年年代 有一個文化學家叫Pingr Singhler 他翻譯影片 動物館理學的書 叫做 動物警號 那 這本書呢 是等於當代在談動物合理的一個起源的書籍 那錢老師在九年代就喜歡一書 直接用花很多東西 自己在做什麼 那他自己本身呢 也是一個動物合理的實證者 那我曾以在 看看 看過一天 錢老師寫一片很實在 很感動 那寫一片 他自己在養牠的貓咪過程 他形容這是一個道德起源的過程 一般來講 你說什麼叫啟蒙 好像啟蒙是來自於透過理性的思考之後 把原本不可見的詩物變得可見 把不可理解的詩物變得可理解的詩 再用啟蒙 過去好像只有理性的課程 才有啟蒙的可能性 可是錢老師這個說法 他在這樣改變 他把他跌倒過來 今天是他所養的貓咪 帶給一些某種情緒的方式 我不是跟過去我們從18世紀啟蒙 換了以來一種假設人類世界的中心圖 只有人類的理性能夠照亮一切 人有學的理性的理性 而且他是把電話過來 他跟貓咪的相關 情感的連結 把他帶給他道德上的啟蒙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的請教錢老師來這個主題 人類的道德如何面對動物 動物文理俗的挑戰 那我們等一下呢 先請錢老師大概花40分鐘的時間 先簡單跟我們說話 之後我們就開放個現場 各位提問 那我們先請錢老師 謝謝鳳凱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今天晚上就來 這個 我先講了一點 算是開轉白 平常講這個動物的一集之後 我通常會面對 兩種 就是 聽眾 我最常去碰到的是 已經對於動物的問題很關心 或者他已經在從事動物保護運動 就是 動保運動的參與者 或者是在動保運動動 動保團體邊緣的人士 那這種人 那這種人 其實 以我的經驗來說的話 通常是 就是 一個社會上工作 通常他跟學術 離得比較遠 通常他們是 有個人的宗教背景 或者個人的 生活背景 生活 生命的那些因素 讓他開始 對於動物產生特別的關注 或者感情 那我在跟這種人 在談這個動物保護 或者動物人士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做的事情 是說 提供一套基本的一套觀點 或者基本的一套 流行的話說 就是一套論述吧 因為我想 很多人 這個村子裡面 很多人 他對於動物的關懷 是一種 是一種 情感 或者是一種 叫 直接的一套 就是 讓他是 從事行動的一套動力 那這種人 他所缺乏的 或他覺得他需要的 他覺得這個周圍的環境 一乎友善 那他會 看到很多人 質疑他對於動物的關懷 所以他們 會覺得 他們會需要 說 誒 我關心動物 除了我個人的感情 除了我個人的這種 內心的動力之外 有沒有一套 比較客觀的說法 我可以來 讓別人了解說 這並不只是 我個人的一個 偏好 或者我個人的情緒問題 這是一個客觀的 有公共意義的問題 另外一個演講的對象 通常是在學校裡面 通常作為同學 在學校裡面 在教室裡面 這個對象 特定 教室的環境 它能跟你界定好的 就是說 我要說什麼 學生來聽 學生就是要吸收過去 見證他的知識 那個的話 是一個教育的場合 所以那個也 我覺得環境的相對 而是比較難 那個風衛松 騎我來參加 今天晚上這個活動 我就開始問他說 我第一個關心 就是說 我會面對什麼樣的聽眾 因為我必須要知道 我面對什麼聽眾 才知道我要怎麼講 我要怎麼 該講 風衛松 大概跟我描述了一下 這個活動的聽眾 他給我的一個最明顯的答案 就是說 這裡的聽眾 是 得動性很大 每個人選擇自己的興趣 所以呢 肯伊斯蘭的人也不見得一樣 所以我今天晚上來這邊的時候 我對各位 在座的各位 你自己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你想聽到什麼 說 我怎麼掌握什麼 感覺無切 說 不清楚 不過我想 既然我們在這邊 是一個上課的場合 並且 這不是一個上課的場合 並且各位 雖然我聽到說 有幾位是學學系的 那我不能夠假定說 各位來這邊是 是來 是來上課學系的課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聽到說 有幾位是已經關心 再關心動物的問題 或者甚至有參想的 中間有所 有所工作 已經參加了動物 運動 但是我想對大多數的人 而言的話 大家很可能會想來說 我來聽聽看你 你有什麼理由 來把動物當成一個問題 所以呢 我今晚上 我就做任何所謂假定 那我也不想要去講 任何所謂 學術性的 比如我這邊 不超分證 所以我們題目裡面 有一個說 動物人類學的挑戰 我大概不會去 特別去講到 動物人類學的 有這樣的理論 我其實這個題目 人類的道德 如何面對動物 我今天晚上想要 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先把動物 當成一個 文理問題 或者是道德問題 然後反過來看說 為什麼 我們人類的 現有的 那種道德意識 道德感性 道德感 從道德上看出的方式 居然 把這個大量的動物 排除在我們的關懷之外 從這裡面可以看出來說 我們人 我們自己的 整個道德奏程 我們的道德心情 我們的道德思考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呢 我想今天晚上 從動物人類學這邊開始 那回過來的話 我想是 對我們人類自己的 這個道德意識 做一些解決 首先我簡單講一下 大家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生活中間 跟動物有多麼密切的關係 我想 大家會想到 想到動物的話 會第一個會想到說 我們家裡面養的貓狗 可是對於從動物 關懷動物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人類使用量 數量最大的 是實用 是當實物用 那 我這邊有一些 非常不精確的數字 我稍微講一下 全世界 每年 要殺 十二億隻豬 七百億隻雞 三億隻牛 在台灣 每年大概要土仔 將近一千萬隻豬 雞呢 我們台灣 要殺三點五億隻雞 牛大概是三萬隻雞 可是大家想想看 我們這個 一個小小的島上 我們兩千多萬人 我們一年要殺 大概一千萬隻豬 我們假定 每一隻豬是一百多公斤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暴力 才能把這 一千多萬隻 每一隻 一百多公斤 把他從一個活的生命 變成切好的肉 這個後面 這個過程 我們大部分人都看不到 從豬的養殖 到運送 到最後進出災場 其實這整個過程 是隱藏著的 這是不得已 因為假定說 今天我們還有人看到說 公開殺豬 今天在做的大部分人 會覺得受不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這次台灣是到了這個 HN79 HCN9 HCN9 開始 他開始說以後禁止 就是在市場裡面 殺雞 大家知道台灣通過 動物保護法裡頭 就說過 這個法律裡面非常明確的規定 不可以在公共場所 屠宰動物 可是政府從來沒有辦法去執行這個 因為政府 他知道說 只要他去禁止公共 在公共場所 屠宰動物 屠宰機隻的話 那消費者 殺雞的人 賣雞的人 都會起來做非常強烈的抗議 台灣的人 不少數的人 對不起 不再少數的人 還是希望說 看他那隻活雞 進行死雞 除了禁以外 我想我們現在是 豬大概我們都看不到 屠宰的過程 我想 我今天到講到後面 我希望就能夠顯示說 我們今天雖然還在吃 豬的肉 但是我們不敢 或者不願意 去看到豬被屠宰的過程 我覺得這叫做道德進步 這已經是進步了 那這個我的意思 我等他再講 好 我剛剛只是用豬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當然我們 除了食物之外 我們今天的消耗能量非常大 那今天我想再做各位 今天大概都已經吃過肉 那我當時也沒講到 我覺得 我到這邊來不是來宣傳素食 我等他有一條說法 如果有人聽過我上課 知道我對於素食 可以讓他輕鬆的心情去看生食的問題 可是 除了雞 豬 牛 這些食用動物之外 在台北的街頭 我們還試試看 流浪動物 流浪狗 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流浪貓 是我們不太看得到的 其實我自己會 覺得說 要去 在台灣 要同事 要願意去參加動物保護運動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 流浪狗的問題 在座各位年紀跟我差不多的 就是 幾經退休 或者幾家退休的人 你們應該記得 在一九八幾年 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台灣的流浪狗 是什麼樣的一個局面 那個時候 你只要開車上高速公路 你要是沒有一次 你不會看到 在高速公路上 被車子壓死的狗狗 你在市區裡面 任何一個角落 都會看到流浪狗 我那個時候 那個景象 對我而言造成了 非常大的 也可以說 情緒的壓力 一個最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經歷 我稍微講一下 時間不是很多 但是我想我講 一些比較個人的經驗 有一次 那時候 台北還只有一條 高速公路 就是中山高 高速公路 有一次 我從南向北走 車子 大概在圓山大飯店附近 塞車了 台北那邊常常塞車 塞車我停到那邊 就看到路中間的 那個 分隔島 的樹蔭下面 分隔了很矮的樹 樹蔭下面有一隻狗 那隻狗已經全部 賴皮的 就是賴 身上長了一個賴 已經沒有什麼毛了 骨瘦如柴 那天非常熱 他就趴在那裡喘氣 那我車子被塞在 我一停在那裡 所以我車子停在 趴下在旁邊看 我想那時候該怎麼辦 那個 我不曉得我塞了多久 也許一分鐘 也許兩分鐘 我沒有做任何事情 可是那個場面 那個整個經驗 對我而言 有一個震撼的作用 所以下來之後 我說不行了 我要找一個台灣 找一個人 動保全體 結果很幸運的 就是那個時候剛剛好 台灣的第一個 不能說第一盒 就是 一個比較 用現在的動保意識 去推動動物保護運動的 這樣一個 團體出現了 就是 今天還存在的 關懷生命協會 所以我是自己去找他們 那關懷生命協會怎麼成立的 關懷生命協會的創建者 是一位出家人 石昭慧法師 你們也許聽過他的名字 那石昭慧法師 為什麼創立這個協會 是因為在1991或者1992年的時候 台灣突然間發生一種 出現一種新的娛樂 那時候當然什麼 吊蝦場啊什麼都有 一種新的娛樂 我們現在有幾個名字叫 湊魚 就是 拿那個 去扎這個 吃它你的魚 扎到這身體的 湊魚 那石昭慧法師 他是出家人 他對於這個 他對於生育的這種 關懷很強勁 他是因為這個事情 他寫信去向當時的行政院長 然後跟抗議 請走好又少來進去這個活動 然後他也 他也 個人也是因為這個經驗 就才開始創立了關懷食物 所以台灣的動物保護運動 正式的動物保護運動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那在這個之前 當然有動物保護的團體或者個人 可是那個時候的 這些團體或者個人 它的主要動力是一種人道的關懷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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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照顧流浪的貓狗啊 等等等等 那這些人的貢獻也是很多 但是真的把關懷保護 變成一個社會運動來看 那這個是1990年才開始的 那我個人也是那個時候去加入一個活動 然後在我參加這個協會 他們跟我說 你能做什麼 我想我能做得不多 我說我來翻譯一書好了 所以我就剛剛把剛剛那個 後一雙提到那本書 那個動物解放 把它翻譯成中文 在座哥哥 我們有很多人看過那本書 那本書1996年在台灣出版 但是它是1975年 英文出版 那本書號稱是 二十世紀 新的動物保護運動 這一樣 在西方 你看我們稍微回到歷史來看 現代的 動物保護運動 是從彼得心的電子書開始 就是1975年電子書 所以它被稱為 現代動物保護運動的聖經 那這本書到現在 還是非常暢銷 非常重要 你可以說 我們今天講 風物倫理學 那這本書 它是像電機的 一個 foundation 電機的一個主動 好 那 我個人覺得說 流浪動物 經濟動物 包括我們剛剛說 吃肉等等 這兩個領域 可能是在台灣 我們對動物關懷的人 最常去面臨的問題 大多數人對動物關心 都是因為看到了流浪狗的遭遇 所以它走入這個領域 那或者是說 它慢慢注意到說 我們吃的食物 其實是要用虐待動物 然後最後斬殺動物 才能夠換起來 所以它開始覺得說 我們人類虐待動物的方式 需要考慮 從這個 從這樣一個很簡單的處發別 這些其實我想 都很自然的 就是 我相信今天在座各位 包括我自己 包括社會上面的很多人 提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都擔心心裡面 會有不忍之心 我想人對於動物說 你就有一種忽略的感覺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從這裡面 我們想再往前推一步 我們除了對動物覺得說 喜歡 覺得關心 覺得想幫助他們之外 我們有沒有辦法 把動物的問題 層次再拉得高一點 再變成一個原則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對於 我們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 有沒有是非對錯 今天我講這個動物 動物人理學 動物人理學是幹什麼的 動物人理學 動物人理學 一個最簡單的定義 就是說 我們問說 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 有沒有道德上面 倫理上面 的意義之下 是非對錯 大家不覺得這個說法 反正覺得很簡單 是很簡單 我們只要對比 我通常我們拿 三類對象來做對比 我們人對待人的方式 一定有是非對錯 大家都會怎麼一致 對 我欺負一個人 或者我幫助一個人 我對他有禮貌 我對他很粗暴 我對他歧視 或者我對他尊重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永遠 在任何一個場合 都有是非對錯 這個是我們大家 就不想不到 整個社會都會承認 如果你說 我今天對一個人 我怎麼樣對他都可以 無所謂是非對錯 這個我們會覺得說 這是自己心理的理由 好 所以人的情況 沒有什麼好爭議 我們想另外一個極端 我常常舉的例子 就是路上的一塊石頭 我們怎麼對待一塊石頭 有沒有是非對錯 可以 其實沒有 你當然 如果說你有朋友 是收集旗石 或者那些很貴重的石頭 你拿了個鐵水把它打碎了 那它你說 你傷害到我的財產了 你破壞我的財產 我來控告你 這個時候 你造成了傷害 但是那個被傷害的 不是石頭 而是那個石頭的擁有者 我如果在路上走 台北市政府在路上 行人道上鋪了紅磚 我把那個紅磚敲打碎 那個也不是 我怎麼對那個紅磚 不是對那個紅磚 有什麼是非對錯 是說我破壞了工部 破壞了工商的財產 好 所以現在我們有兩種例子 一種是石頭 其實這類很多不僅是石頭 你說 一座山峰 一條溪流 一棵古樹 我們想環境生態 當成一個整體 我們怎麼對它 有沒有是道德上的社會對所謂 大家會覺得有 尤其今天我們環保意識很高 很大對不對 如果今天有一棵古樹 在這邊 一個很大的樹 我去把這個樹取斷 這個樹死掉 大家會覺得你這個人 怎麼這麼沒有環保概念 不能遣責我 遣責了我很久之後 你可以說我傷害了這個樹 我使得這個樹死亡 但是你要把這個傷害 或者死亡的意思 說得很具體 是非常大的 因為那個樹沒有感覺 至少在我課上 那個樹沒有感覺 我把這個樹從活得 變成死的 我把這邊的一條溪流污染 污染到最後 變成一條死水 反正你對於這一類的東西 我們對它做傷害 做破壞 你都知道不對 但是這個不對 跟你說我去打一個人 我去罵一個人 我去侮辱一個人 我去歧視一個人 我去歧視一個人 不同的兩種思維 好 現在人的情況非常明顯 那石頭 或者我們從石頭 推出去其他的 它雖然即使說有生命 你說一條溪流 說它有生命 好 一棵樹 說它有生命 好 這類事情 我們覺得不是在說 對人的那個利益之下有 我們怎麼對待它有生命 那在中間的例子 就是我們想要面對的動物 我們對待動物的方式 也沒有是非 我想再多數人會覺得 對呀 我們想要路上 我在路上走 我看到一隻狗 我 我 你為什麼 我踩它 我踩它又怎麼樣 你傷害到它 好 我如果踩一個小孩子 我傷害到小孩子 我踩一棵樹 你可能是我傷害到樹 我踩一棵蛇 你可能是我傷害到樹 可是我踩一隻狗 可是我踩一隻狗 是我剛剛看到的狗 狗在這裡 好像就有一個 道德地位可言 就是 我們怎麼對待狗 你無視由 是要對他的事非 對主 那現在我們下面 要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是非 對作可言的 根據是誰 人的情況 我們就跟它有 沒有什麼爭議 不需要去浪費時間 石頭的情況 也不要浪費時間 可是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石頭跟人跟水 動物人體學的第一步 他有一個說法非常簡單 他說我們對待動物 怎麼對待它有道德和施非不足 是根據一個非常簡單的理由 因為動物有利益 你有沒有傷害到它的利益 你傷害到它的利益了 你做的事情是錯的 你去助長它的利益 那你做的事情是對的 那經格的理論用到石頭的話就是說 它說石頭沒有利益可以 那證據他可以說 他證據說樹木沒有利益可以 一條溪流沒有利益可圓 一座山頭沒有利益可圓 人有利益可圓 一隻狗有利益可圓 但是我剛才覺得這些理事都沒有利益 那你的石頭再信他就說 那你說一個東西有利益 還是有利益 還是沒有利益 那個差別點在哪裡 他答說 看他會不會有痛的感覺 看他會不會有感知痛苦的能力 我個人其實我自己覺得說 在多數的情況中間 我覺得痛苦這件事情 廣義的痛苦 痛苦不管是說 我身上被割一刀 我被打得一巴掌 還是我受到侮辱 我心裡面的感受 我們都把它廣義地稱之為痛苦 甚至於說 我因為貧窮 我沒有飯吃 或者是在這麼熱的天氣裡 我要在很艱困的條件之下工作 就是因為他在受苦 受苦是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能不能夠有 受苦的能力 是這個東西 是不是具有道德定位的 器的條件 只要能夠受苦 我們對待它 就有道德上的是非對準 大家想想看 會不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至少是一個 有相對而言 說服力的一個標準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 從這裡出發下去 動物倫理學可以再發展 以及其他的 很多不同的理論出來 那今天動物倫理學的理論 真的很多 他們覺得 彼得欣柏當年 那個以痛苦 以感受痛苦的能力 作為判斷一個東西 一個對象 一個個體 有沒有道德地位 以對待它的方式 有沒有吃非 有種感覺 很多人覺得這個標準 太粗糙了 那好 現在我們不介入這個細節 可是現在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痛苦 或者感受痛苦的能力 在我們整個道德意識中間 是不是基於一個很根本的中央之位 我這樣講下來 看它可能會覺得 對呀 是啊 可是我換個角度來講 我記得剛剛有一位 朋友提到 他對儒家的思想的感性 在我的看法裡面 儒家對於痛苦 就並沒有把它看得很突然之位 痛苦 在很多儒家看起來 是一種天將將大任於私人眼的一個堅決條件 那對於說 一個並沒有大任在身的人 他如果受到痛苦 這個痛苦是不是不應該呢 是不是很應該去幫助他的 或者是至少我們如果對他知道痛苦以後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不對的事情 儒家思想在這個問題上 並沒有特別的去說 他並沒有說 對還是錯 其實我現在有一個論點就是這樣子 我說我們人類的這種道德意識 我們對道德的理解 大概兩千年以來 我講的主要是西方 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在這裡 就是道德這件事情 他所關懷的 是有道德能力的主體 他最簡單的就是 所關懷的主要是人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道德重要呢 因為 道德可以讓人 從某一種比較好好的狀態 進入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簡單講 從壞人變成好人 我覺得儒家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這種人 對道德的理解是這樣子 道德就是使你一個人 從你原來的一個自然狀態 天生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是由我們去缺陷的 那經過道德的這些規則的 不管是規訓也好 感化也好 熏陶也好 那我們變成一個君子 希臘的哲學 基督教的哲學 到近代哲學 康德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那 尼采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這些我剛剛講的 隨便這幾個都是 就是西方哲學他們 那個路數非常不同的能力學里面 但是我認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一個架構 就是道德這件事情 是讓具有道德能力的人 就是你我 我們能夠思考 我們有道德感 我們有是非善惡之心 然後我們有反省的能力 那 所以我們覺得說 我們每個人要知道道德問題 要發揮你的道德能力 發揮你的道德能力是做什麼呢 讓你變成更好的人 讓他自己變成更好的人 大家想想看 這是不是我們平常的道德 最常見的東西 那 這個 我現在講一個 我覺得 我用一個簡單的架構 一個公式來把這個意思說出來 這是當代的一位美國人家 叫做麥金泰爾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書 叫做德性之後 他講的 所以我往開說 我們今天不要記入細節 他就講 他說 道德或者倫理這件事情 他講的當然主要是西方 他說 道德這件事情是幹什麼呢 他說 就是讓我們去 把人 從一個 人原來的狀態 天生自然的狀態 他用英文講的 man as he is 那 另外一個狀態是什麼呢 man as he should be 人應該是什麼樣的狀態 人在實然的狀態 跟人 應然的狀態 道德就是讓我們從實然的狀態 進入應然的狀態 在這個架狀裡面 在這個架狀裡面 痛苦 這個問題 不是一個問題 痛苦什麼時候進去呢 如果大家看基督教的話 基督教對於痛苦 是相信有 他覺得痛苦 是讓人去 因為人有原罪 然後要經過痛苦的這種煎熬 他可以把自己身上 原來的那個原罪的成分去除掉 甚至於把 欲望啊 對於自己的那種自大 基督教認為 人類最大的罪 自大 痛苦可以讓人變得虔卑 痛苦讓你知道說 你只是一個 血肉之身 你這個血肉之身 是戴罪原罪 痛苦提醒你說 你是有限的 痛苦提醒你說 你是很容易受到傷害的人 這個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啊 我不讓你這種 容易受到傷害 這麼脆弱的生命 為傲 而是要 希望 你神 他在救恩把我救出去 我放棄自己 留下空間 讓神再把我救出去 這是基督教的講法 康德的講法是說 康德根本幾乎沒有談到 但是他認為說 人的那種現狀 是剛剛講的 人的實然狀態 那個狀態 是正好要靠 道德規律 來把你從這個狀態 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你變成一個 純粹的自由意志 你才能夠進步 你的應然狀態 但尼采 或者是受到尼采 尼采的這學章 那很多人都是 公開就覺得痛苦 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 一件好的事情 對於尼采而言 他說 尼采大家知道 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不是故事 就是 他有一個說法 他在那個 道德系統學院前面 有一張 文字我不記得 因為馬克思也講 過類似的話 就是說你們這些人 有一點關心 追求人的幸福 那些人也覺得 躲避痛苦 只有英國的 這種小店老闆 才會說這些話 英國的雜貨店老闆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面 嘲笑當時各種社會主義 十九世紀的各種社會主義 馬克思舉的一個歷子 我就是他舉的第二種 和第三種社會主義 他嘲笑的對象 就是英國那些 跟當時的那些 社會改革家 那些人道主義者 他特別主義 喜歡動物的人 他認為這些都是 都是 我認爲這些都是假社會主義 其實在西方的 在西方的道德思考 對於痛苦這件事情 或者他覺得痛苦 是一個 必須經過的過程 讓我們進入比較好的狀態 痛苦本身沒有價值 不需要去重視 我們不需要去關心 那或者就認為痛苦這件事情 根本沒有進入我們道德意識 在這些絕學家的眼中 人 是理性 是語言的使用者 是能夠做契約的圖體 是能夠思考的圖體 具有語言的能力等等 西方的倫理學 基本上沒有把人看成是說 我們人其實是動物 而作為動物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 我們會受苦 我們的生命是很脆弱的 我們不僅肉土上脆弱 我們的心靈上脆弱 把這些脆弱 當成道德思考的焦點 這個是到了十八世紀末 十九世紀的西奧義主義 問台灣議成功利主義 才開始的一個事實 那我個人今天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講出來 把這個問題來講 我覺得說 當我們剛剛開始講的時候 說 一個 我們為什麼要關心動物 為什麼我們覺得 我們背帶動物的方式 有道德上的意義可言 我們說因為動物能夠感受動物 人會感受動物 所以我們要把人跟動物一樣 都當成動物道德思考的對象 不是我後面講的 我剛剛講的這一大段 我用西方的這個道德哲學 幾乎整個團體來看 他正好沒有把痛苦這件事情 把人的痛苦 看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他沒有把人的痛苦 看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他當然沒有把動物的痛苦 當成一個事情 那我覺得今天 我們現在必須要面對說 我們原來的這種道德意識 是有這樣的一個缺陷 那這個缺陷其實是 在西方來說的話 大概是十八世紀 才開始出現了改變的跡象 那這個在思想史上 為什麼會有這種改變 我們現在不用去細說 我來講的是說 當人類開始把道德意識的那個重點改變 把道德意識 不把它當成說 怎麼樣讓那些有道德能力的人 變成更好的人 而是去關心說 有多少人在痛苦 受苦 我讓他不要再受苦 這個改變從十八世紀開始 那他最重大最重大的影響 已經出現了兩個 今天在做都非常熟悉的 今天在做都非常熟悉的 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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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權益 婦女保護 反對性別歧視 這個我認為是 這個十八世紀開始 以道德意識改變的 一個最重大的成果 那這個到今天而言 我們看到成果非常的明顯 今天我們在做 各位男女的書目幾乎相似 我想大多數今天在做的女性 也不會因為說自己在公共場合出現 或者身邊坐著一個男性 而覺得受到威脅 受到或者其他的不自在 或者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我們把時間推回三十年 不要緊 三十年 三十年以前的台灣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推回五十年 推回一百年 今天這個場合 保住會有女性 那為什麼 我們會有這樣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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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的道德意識改變 這個改變裡面很重要 這個改變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成分 就是說 當你有性別歧視的時候 你會使那個被歧視的對象 承受很大的痛苦 第二個 它的造成的影響 就是反對種族情緒 十八世紀開始 就是西方開始解放黑奴運動 開始出現 到十九世紀的時候 是解放黑奴運動的一個高峰 那可是這個解放黑奴 雖然在美國 在經過一次內戰 內四內戰 美國死了 1860年到1864年 1865年的內戰 1861年到1865年的內戰 當中美國死了多少人 美國死了六十萬到六十五萬人 那當時美國人口的多少 抱歉 我一定可以找到 好 到1865年內戰結束 南方被打敗 林肯宣布廢止能力之路 一直到1965年 整整過了一百年 美國的黑人才有投票 那今天 到了2008年 美國才出現第一個黑人戰 大家想想看 這個意思是怎麼來的 在這個之前 如果回到兩百年三百年以前 那黑人是在非洲 被當成野獸一樣的來抓起來 前幾天 歐巴馬去非洲 跟他的夫人到那個 當年的那個 奴隸上傳的那個 這個門子裡去看 大家有在電視上看到這個場面 當年的奴隸是從那裡出去的 那個時候 從非洲運黑人 到美洲 這整個過程 大概死了兩千八百萬人 這種歷史 大家想想看 從一個十八世紀的 當然其實更早了 其實人類歷史上 另外一個很大多段 以為只有白人在 在 大家不要以為只有白人才是來 建立奴隸制度 另外一個很大很大很重要的 一個奴隸主的民族 就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也虛弱 奴隸的制度 今天在世界上 最後一個 廢止奴隸制度的 是一九八零年 好像是 阿拉伯 或者是 保里秦斯 完全是哪一個國家 才廢止奴隸制度 可是這個 把奴隸制度 當成一個 在道德上面 我們不能夠容忍的現象 自從十八世紀開始 而之所以 有這種 新的 意識 是因為人類的 道德意識轉變了 他覺得道德 不只是在幫 有道德能力的人 變成一個苦的人 道德是在幫 受苦的人 減少苦難 他覺得說 當另外一個個體 在受苦的時候 我們要去問說 這個苦難 是不是應該的 那對於女性 對於有色人種 這個是經過很長的過程 才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不應該歧視這些 可是大家想想看 那對於動物呢 那大家要回馬上去說 你怎麼可以把 女人 有色人種 跟動物放在一起 我記得我有一次 跟我一個同事聊天 他說 你在做什麼 我說我在做 你人與動物 女性與動物 他就很不高興 他說 你怎麼這樣說話 可是我覺得說 那個是真的 我在做那個 所謂女性主義 跟動物保護的 提議論 那個 Eco-Feminism 或者Feminist的 討論 對於動物 對於動物的概念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 很真實的問題 那現在我們要看看說 人類開始有這個 道德意識的時候 那牽涉到的 改變是什麼 大家想想看 原來的人 為什麼男人歧視女人 大家都是人嘛 那為什麼白人歧視黑人 都是人嘛 男人歧視女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 女人跟男人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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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一樣 生理上不一樣 其他方面 很多地方不一樣 那黑人跟白人 一樣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主要說什麼 紅化的顏色 那皮膚的顏色 就不一樣 我們今天說這個話 各位我覺得非常荒話 他說 皮膚的顏色 跟它應該受到什麼 什麼待遇 有什麼關係 那反過來說 說 女人的生理上 有什麼特徵 跟它該受到什麼待遇 有什麼關係 那同樣的理念就是說 動物跟人類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動物長是牠長的毛 牠有絲 牠們也有絲絲 牠們是地上滑著走 牠生理上跟我們不一樣 甚至於基因 都跟我們不一樣 那如果沒有團團的話 我就說 這些不一樣 跟你怎麼對待牠 有什麼關係 道德意識的轉變 第一個最大的一步 就是開始 不再去講說 我們怎麼樣去培養 道德聖人 去培養君子 去培養在道德上面那些 能夠有更高成就的人 道德成就 並不是道德關懷所在 道德關懷所在 是說讓弱者不要受到痛苦 那道德重大的貢獻 道德思考第二 就是說 當我們在對兩個個體有 不同的待遇的時候 我要問說 這個不同的待遇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這個不同的理由 是有道德意義的 那我們可以接受不同的待遇 你說 我冬天睡覺 我要蓋免費 那你說 我如果摘著養一隻牛 我冬天要給牠蓋免費 大陸不需要 因為牛不需要免費 牠根本不懂得怎麼去投票 但是 我肚子餓的時候 我不舒服 那貓肚子餓的時候 不舒服 那我被 關在籠子裡面 一輩子見不了天日 然後呢 最後被抓起來 用最粗暴的方式 脖子和割一刀 我被 不舒服 那為什麼一個雞 牠就舒服了 道德讓我們兩個 一個是 開始注重注意弱者的苦難 那第二個我們要知道 這個苦難 是不應該存在的 因為 那個苦難的承受者 在道德上面 有意義的方面 跟我們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否認這一點 那今天我們 女性土包 有色人種 那不要說其實包括更多的人 你可以害人歧視其他的問題的人 你可以有錢人歧視窮人 你有學問的人可以歧視 沒有學問的人 身體好的人可以歧視身體弱的人 人與人之間 白白種 白白種都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這些差異應不應該變成 我們有不同待遇的理由 這個問題 其實是我們 在寒大動物裡 先回來 看看說 我們自己的道德意識 是不是 有一些缺陷 這些缺陷 第一個缺陷存在 就是我們 是不是 對於痛苦 對於苦難 太過於疏忽 我們想的都是說 我們這些在座 像各位在座一樣 IQ 在多少以上 四肢健全 身體狀況不錯 然後沒有智障 沒有殘障 沒有貧窮到出不了門 都是我們這些 道德跟我關心的 只是我們這些人 都變成什麼樣的好人 這種道德是非常自私的 道德應該讓我們去看到說 周圍還有多少座的人 比我們差的人 條件不如我們的人 他們承受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說 他們為什麼要承受這些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來看 動物人理學 我個人覺得 動物人理學 就讓我變得 我自己坦白說 我也是念哲學出身的 我們在念哲學的人 包括 封玉佑雯然比我年輕非常多 剛剛陳彪芬老師 也是比我年輕非常多的 他們念哲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們的 基本的取向 我們那個時候的基本取向 是一個非常高度 理性主義的一套取向 我有對比 對 對 網泛的字眼來說 就是說 對於 心腸的東西 HART 對於 情緒的東西 對於 感覺的東西 我們都覺得那些東西 是不是奔大量之堂的 我們覺得說 一個念哲學的人 就是一個追求 一個按照理性的原則 來思考 跟生活的人 我個人 變成動物人理學 把我這個 原來的一套想法 完全打破 所以我現在自己 這些年來 我自己在做 除了說動物人理學之外 我特別想回來檢討一下說 我們的人類的道德 或者說人類的造德意識 有些什麼地方應該去檢討 去迷 去扭轉 這個扭轉 我想其實 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讀動物人理學 如果你去讀 女性主義 你也會有類似的一些經驗 就是 你覺得 你會發現說 你自己的人生 或者你自己的人格 或者你自己的這種 你身上所繼承的人類的文化 文明 有某些特殊的特色 而這些特色是偏頗的 是只要那麼一面 我們如果能夠把這些 調整一下 我覺得會有很大的意義 這個意義在哪裡 還有 如果 好 那我最後做一個簡單的解除 我這兩年的想法 其實 我在做動物人理學的時候 我一直很注重 一個問題 我不想把動物人理學做 就是人理學 就是我希望把動物人理學 看成是說 我們人類 自我檢討 自我 提醒的一個 一個機會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一個 比較大的論述 這個大的論述 可以把我自己的動物人理學 或者不是我自己 就是說 這三四十年代動物人理學的發展 把它放進去 2011年我讀到一本書 我這幾年演講 這本書 對我而言 刺激很大 是一個 哈佛大學的一個心理學家 叫做 Steven Pinker 他寫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這是林肯的一句話 The better angels of human nature 那什麼意思呢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 人性中間 有一些善良的天使 有一些邪惡的魔鬼 這個善良天使 表現在哪裡呢 表現在我們會 不太採用暴力 我們會在乎 人類人間的困難 這本書 對不起 我講錯了 Steven Pinker 這本書 現在這本書 馬上就已經在譯成 中文版英譯好了 大概快要再上百多版 希望年底 希望明年初 能夠透白 這是一本八百頁的大書 那我現在把簡單講它的論點 他說 大家都說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 最黑暗的一個世紀 因為20世紀有過 一次世界大戰 有過二次世界大戰 有過斯大林的集中營 有過納粹的種族滅絕 斯文 Pinker說 不對 他說 人類的歷史 是一部道德進化的歷史 道德進步的歷史 道德進步這個字眼 是我們這一輩的人 或者包括比我們三輩的人 至少從20世紀開始 是大家不敢用的一個字眼 因為人類對於自己的人性 已經喪失了信心 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種 學習 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那種殘暴行為 已經沒有人敢說 人類還在進步 或者人性還在進步 到達他的進步 平科這本書說 如果你回去看人類歷史 人類是一路上 從最早的時候是最殘暴的一種人 一種動物 他那本書裡面很多材料 我沒有時間去把它講細節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他說我們今天都說 種族滅絕是一件很壞的事情 對不對 他說舊約聖經 每一頁都有一個民族被滅絕 我們今天覺得酷刑 就是把人虐待在打影行球的方式 虐待覺得很不應該的 他說你去看看中世紀的時候 那種酷刑的刑具 那種方式 那時候有多少 我們今天大家都覺得死刑 是一個很殘酷的刑 他說 十五世紀的時候 倫敦一個地方 每個禮拜 至少有十次死刑 要執行至少十個死刑 到1864年的時候 英國有232項罪名 是死罪 今天英國已經廢止死刑 在十四世紀的牛津 就是牛津大學所在的城 每年每十萬人 死於兇殺的一百人 而今天的話 在歐美平均是 每一年死於兇殺的人 十萬人裡面只有0.8人 他說 他講的歷史還非常多 那最後講到 他就是說 十八世紀開始 他稱之為人道主義的革命 尤其到了二十世紀 他講到女性的解放 同性戀的解放 講到了打 跟小孩子的體罰 講到了死刑的廢除 講到了肉刑 就是殘酷的那種肉刑的廢職 一路講下來 最後還講到冬日的保護 他說 從這些歷史來看 人類勢在道德進步 而這個進步 有一個最明顯 最簡單的標準 不是科技 不是醫藥 不是這些東西 很簡單 就是人類現在越來越不願意 或者不敢去用暴力 並且人類越來越開始 對於別人的痛苦 再出 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個 很大的啟發 我現在比較敢於把這個歷史 把動物保護 放在人類的道德意識改變裡面來看 然後再把人類道德意識的改變 放到整個歷史的脈絡裡面來看 那我覺得說 如果這是你擅長的東西 大家不要相信 全部相信 因為那是一個非常可爭議的一些想法 跟建議 就是一些說法 但是假如這個趨勢大體是存在的 那我們人性就應該樂觀一點 就相信說 我們人類還可以 把暴力進一步的減少 把其他的生命 其他的個體 受到的壓 受到的痛苦 再進一步的減少 動物倫理學給我的啟發是這樣子 我相信也可以給各位類似的啟發 謝謝 謝謝 感謝建老師幫我們勾勒人類的道德意識 發展的歷史 確實 就是 我們現在當今 我們很多習以為常的東西 就是再比平常不夠的事情 例如說 每個人都深入了 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自由的權利 所以 其實在我們歷史中 確實存在道德進步的可能性 他介紹的這個重點就是 這個道德進步的可能性 可以進步往外走 從一開始 男性中心的一個世界觀 往女性 或者 往其他的種族 過程 那人類是不是有可能有辦法 把我們道德意識 更往外擴展 到其他 跟人類一樣具備感覺 快樂跟痛苦的 能力的其他的步驟 就讓我們擺脫那種人類 故情中心的這種觀念 那 其實 當代有很多的哲學家 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要檢討 人類道德意識的過程中 太過於頭重於自身的 一個主持性的 這種道德的一個環境 我們把這個教練從自己 本身的道德的良善 往外推 看到他族的痛苦 然後他族的痛苦 那我想看到一個法國哲學家 Lenus 他想到說 今天呢 他就反思 因為Lenus 本身是一個猶太裔的哲學家 他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 也曾經被德軍 進步在他們的集中裡面 那他後來出來之後呢 他就反思這個過程 西方過去哲學 兩千年西方哲學的一個發展 是一種 把形上學當作成第一哲學的觀念 他覺得說 不是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觀念 第一哲學就是 真正最基礎原則的哲學 應該是合理學 我們應該把他哲 的存在當作是我 對我們執政的責任的來源 所以他只有 合理學才是第一哲學 那他經過一個大途 是要來一個 很深切的一個壓喊思 那 可是剛才 欣老師講了很多理論的東西 那 我相信在座可能會 應該會有很多的實務 會有些疑問 那其實欣老師 可以回答這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 給現場的朋友 我們先 收集第一個的題目 三個題目 好不好 我今天這邊帶來了 九本書 有些是別人送我的 我多的 有些是我自己那邊剩下的 那個 一個問題的 你可以自己商量拿一本 第二個再講一句 剛剛 吳老師提到 Levinas 我主播Levinas 一個小故事 很有名的 他被關在納粹的集中應用裡面 他每天拉出去做工 晚上不會來 那當然那些納粹的 守衛 我跟他們都不會理會 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那 只有一隻狗 那隻狗 也不想寫養的 每天看到他們出門 就很高興地跟他們一起討伏 去 看他們回來了 就很高興在這個集中應用中 等他們 然後 然後 Levinas 稱這隻狗 這狗叫巴比 它是歐洲 最後一個 康哥 康哥 鼻翊 那我們 這裡第一位的問題 好嗎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好 我的看法是 華人是 全世界 就是對鬥夢虐待最多的民主 那我從延續剛才講的 就是我認為這是 華人傳統的面 首先就是有孝道這種觀念 既然父母可以把自己的孩子 當作所有物 明白當作工具來使用 有時候 明白說養兒發老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當作工具 來明白來使用 那這樣的文化之下 當然會產生這種 既然孩子都可以 最愛的孩子都可以 當作工具 使用 那對其他鬥夢 那當然是更不用說 會有什麼人愛 所以 因為我講這個例子 雖然很粗淺 沒有經過實際一天證 但是 比如說世界上其他地方 因為在東北比較多的地方 比如說西班牙 歐洲的南部 義大利南部 那他們也是家族觀念比較深的 也是父母權威比較強的國家 那世界上保護動物最有文明的地方 就是像英國還有歐洲的北部 德國這一類 這一類國家剛好就是最沒有華人文化裡面的 很清楚的觀念 尤其是父母黑暗和女教授所有的 一種孝道的這種觀念的國家 我看法是教教前老師看法怎麼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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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書教書請來看啊 好 謝謝 我是想要講一下 因為我自己是塑使已經很多年了 然後我那時候會成為塑使者是因為 我看了一些宗教書 可是它還沒教學 只是我後來就一個體驗 我覺得動物我不想殺生啊 我就是我想去殺害牠 所以我就變成一個塑使者 然後可是我是從生命的角度 那老師剛剛講是說 從痛苦我覺得這樣是蠻好的 只是我不知道會不會又有人又這樣 就說那我們怎麼會知道植物不會痛 這樣子齁 這個因為剛剛老師有說他對於塑使有一套 然後他的想法我倒是蠻想培聽老師講的 那我想再舉例一下 因為這個是我現在又在思考一個問題 因為我常常去那個什麼 那個成品性一樣 然後那天我就發現說 有一個裝寵物的那個籃子 是空的 然後他就放在那個提供給那個讀者 在那邊看書的那個位置上 那我覺得那個人是這樣的不負責人 因為他就拿著一個那個籃子就放在那邊 然後就佔位置 然後別人不能坐 然後結果他好不容易他回來 他就抱著這隻狗 結果他把那個狗放在那個籃子裡面 他還是佔了一個位置 後來我就一直在觀察 那個就有一個先生跟他說 那這個可不可以給我做 他才甘願把那個籃子放下來 可是他一直把狗抱在身上 那我意思是說那這個 因為他就沒有去尊重到別人了 我覺得說你是愛護動物沒有錯 可是你是應該要先 也要去思考到你對別人 其他人有沒有尊重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天早上 我要搭捷運的時候 因為我要穿越公園 然後那個捷徑上面 就有一隻狗綁在那邊 那當然那隻狗是看起來是還蠻friendly 可是我不敢冒險 所以我必須要繞一個遠的路才能走 可是我也感覺很不舒服 就是說那個狗主人其實是 沒有去思考到說 不是每個人可能都是那麼的 雖然我不去傷害動物嘛 可是不代表我跟動物非常非常接近 或是我很習慣 因為因為我有穿裙子 我又怕說他就舔我的腳 我也會很不舒服 那我不曉得這部分是不是 我這樣思考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謝謝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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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那因為這邊圖上有一個學問的證明 那學問的東西 學問的意義 雖然很難 那我真正的問題就是說 騰碰這個東西的話 有沒有一個在哲學上有比較清楚的定義 因為其實以科學來講是有武士跟武藝士 包括所有最近英國的科學家 當然漸漸的承認說 動物可能有意識這件事情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還有很多的探討的空間 那但是對於痛苦的反應 怎麼樣的定義才是老師認為是有痛 就是很痛 那因為像蟑螂他其實在科學的定義上面 他也是一個寶物 對呀 相關的這些部分的定義 可以請老師再跟進一步學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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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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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是很 我不會去說服我周圍的事數 但是我本身天宿 那我之所以會去觀察這部書 是因為我在學文力學的過程當中 就是封印象尼尖跟女性史 So I was going to INIVE 就是 Lyndique跟女性主義之間的那一個 就是 Overlames 因為我自己本身神經 ambigu此想要的是女性主義 但是我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大的Map Then I saw this 我沒有辦法湊的時間裏面去建構一個 another that I never thought 就坐在那裡 那上面就會而過去了 那這本書 這個作者他所提倡的這個飲食法 也不是一個素食的飲食法 而是一種如何藉由飲食的方式 去減少你的 就是我們說碳排放量 這是最簡單的 那他同時在這個書裡面 也給我去探訪說 喔我們之前知道那個就是 就是基因改到史無 它為什麼會造成地球暖化 那為什麼我們吃肉 會就是優先的造成我們的地球暖化 我在看了這本書之後 其實我有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也有一個push 我的地方 其實我只要減少吃肉 然後我減少吃加工食品 然後我減少去吃一些工廠大品牌 做出來的食物 甚至於充胖飲品 其實很簡單 我就可以去減少 就是我們的地球繼續暖化下去 那剛好我也覺得 自己看了這本書受益兩多的地方 是他在對於比如說 吃動物這件事情上面 他並沒有主張你去做一個速食的動作 因為速食就是那個 安娜阿佩他在發 就是信書發表回想 因為我有問過他說就是 他對於吃肉這件事情 他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就是其實我們不能夠說 我們不吃肉 因為人就是需要去攝取不同的營養 但是你必須要去了解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只要你是為了要使你周圍的人 看得到你的子孫還有你的環境 甚至於你可以不要去想 你從你的公視 你生活的周圍變得更好 然後讓你能不能就是能夠去重視說 其實我們本來應該要過的是 就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 那你就會很自然而然的去 傾向於吃一個有道德意識的食物 而不是說 就是他可能在家裡上面 有上各種商業食物 還有各種就是一線定牌 傾向的食物 那我想要就這一次就是 傾向師的素食力會做一個小問題 你好 就是我想問問題 我想問問題跟那個素食力有一點關係 就是當動物的利益 如果跟人類的利益有充足的時候 動物能完全看待這個問題 譬如說最簡單的關於 譬如說動物實驗 在醫療部地上的動物實驗 那就是動物理學生怎麼樣去回應 目前或是怎麼樣回應講的問題 或者是如果 甚至問題會到更極端一點 像是就是說導航圈 就是我們從小狗 小的時候就開始訓練他會人類服務 那當然他可能跟人類關係很好 開心 可是那如果對女神像是 偶爾養了一個鼓勵 然後也對他很好 那他也覺得動物的關係很好 好開心 那我說這個 這兩個中間的對比如何去看待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審議 我其實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 有關於 動物在臺灣的上某的問題 所以美國這樣動物能力的這件事情 如果接下來是有一個政治的 國家發展的上來這樣兩者的理解 但是原理這樣道德 道德可大可笑 就是它如何變成的實體可實行 然後讓有視同的 一個人都還是可以知道道德的概念的 再來是下雨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在動物 我們在動物講珍貴生命 可是顯然我覺得 臺灣的動物有點像一盤散沙 大概也是互相攻擊 那顯然珍貴生命這件事情 並沒有辦法讓大家連結 我不知道不知道 我實在有什麼意見 再來是兔鼻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心理區 在某個月的影片條 行人走到 常常會看著有人就拖著一隻狗 眼睛被挖掉 或是斷腿什麼在那邊 然後就讓大家捐一塊二十塊 這樣子丟的錢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今天這個是一個 說人類的狀況 我們一直是動保的一個 人類的一個 就是像是跡象 像是我們看蝌蚪判斷 一個合流的乾淨程度 有蝌蚪要夠乾淨 動保的程度 就像是人類發展的程度 那如果它是一個 想求認重道遠的狀態 我不覺得這個 這跟帶著小孩子 像是一些騎討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 很長遠的方法 就是那種的推行之一 然後再來是這個 我也不需要為 儒家在錄下 就是儒家也講 幾首奴隱不失旅人 我覺得這也是頓保 在最核心內的關鍵 慕如也講的 異於情受也濟失 就說拍攝 我們就這樣講 我們會不會有這個 用法上的頻道 非常多的情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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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 我今天告訴你 好像沒有帶筆 剛剛拿了一支筆 結果發現這支筆 寫不出來了 所以這個 各位的問題 我並沒有記的很詳細 不過我現在就看那些 寫得太清楚的事情 這個 一個問題 回到這個素食的問題 其實 兩位都知道了素食 素食的問題其實是蠻大的 就是 大家大概知道 台灣的話 台灣是素食非常發達的一個社會 就是 西方人到了台灣都非常羨慕 台灣的素食 幾乎每天他街都有素食店 然後素食做的都很好吃 可是 你問台灣人為什麼吃素 我想大概最多的是 宗教素 就是因為宗教的 因為台灣有一罐道的很早 一罐道是 可能台灣推行素食 古老最大的 有一個宗教 然後佛教 很多人他們至少要除衣食物 也要吃素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健康素 就是為了健康 你剛才提到那種 我為了生太環保 而吃素的 我覺得相對而言 非常少 因為這個因素 也是這些年慢慢的 因為人類的環境弱化 所以讓大家會發現 這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 應該考慮一點 有一個數字 我給大家提供 大家可以參考 我聽了看到的數字 我覺得很難以相信 造成地球暖化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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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字也在說 我沒想過 寫來的 就是 造成地球暖化 造成二氧暖化 發展增加的因素 百分之十七 來自於 動力的分別 就是因為人類吃肉 所以要飼養大量的 豬 牛 雞 那 這些東西 這些 這些 這些動物 他們的 排泄物 所產生的 那些 反正就是 對於二氧化 造成二氧化 才增加 造成地球暖化 他們是佔了 百分之十七 而 人類的 交通工具 所造成的 暖化 效率 是佔百分之十三 或者十六 我才不太記得這個數字 這本書 這是一本書叫做吃動物 這本書台灣有翻譯的 是2008年 一出版英文本 然後過了幾年以後 台灣就出了中藝 英文叫英俊愛語 然後 中文叫吃動物 那個裡面這類資料很多 那 大家有說 例如 因為在台灣還沒買到 現在這個書 吃電量英俊愛語 這個 這個數字 我剛才講這個數字 就是 我看了這本書 我看到發現這個數字 我吃了一斤 就是 我沒有想到說吃素 就是 我們不要再吃肉 去減少 這個 動物的 飼養的數量 然後呢 減少它們所排的分別 然後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 這個 地球暖化 居然會 能夠造成 那麼大的差異 這是我以前 所知道的事情 所以你看那本書 裡面很多資料 大家知道嗎 每一次 那種拖網 一上來 上來以後 大概一次的 魚船上來 有40%的 抓到的魚 都是不能吃的 都是丟的 都是最反而死掉 然後 一起 然後到我們海裡 也就變成 飛掉了 就是這個 這類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個書大概就知道了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 對 宋式很重要的 的 是 世界 世界 世界的糧食供應 到底夠不夠的問題 那現在地球上 還有五億人 吃不飽飯 可是 但是我們 人類所生產的 穀物 有70% 是拿著 飼養 飼養動物 因為我們要吃肉 所以大家看 有五億人 有 連穀物都吃不夠 但是 我們70% 生產的穀物 只是因為 在這些有錢地球 有錢的區域的人 想吃肉 所以呢 健康 環保 人類資源的公平與否 那當然還有宗教 其實都是可以 讓你去考慮 送食的理由 當然 我今天 我們因為在講 動物的問題 我們不要去吃太陽的肉 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這我就開始講到了 我對素食的態度 有時間不多了 我早點講 比較好 我不過很多的朋友 很多人都說 他知道 食素是一件 比較好的事情 但是 大多數人做不到 不管是因為習慣 習慣的問題 對不對 人都有口腹之欲 就是慘嘛 對不對 像我也知道說 抽煙不好 但是我就說 我還要抽煙 那 所以有些人 他覺得 很想吃肉 幾乎有十個 說是 已經意識到 吃肉不好的人 也許 那種一個人 能夠變成 素食主義者 都很難免 並且 大概變成素食主義的人 很多人說 百分之多少 兩年之後 又不會再開始吃肉 那這有很多因素 還有社會的因素 還有生活上面方便的因素 當然 可能也有健康的因素 所以我就 我今天這裡帶來一本書 這個書叫做 《深層素食主義》 這是我當初推薦給 《觀化學生理教會》的翻譯 然後我前面寫了 一個導編 導讀 在裡面就發展出 一個關係 叫做 量化素食主義 就是 我們不要絕對的素食主義 就是 大多數的人 想要去吃素食 但是他覺得做不到 所以他就放棄了素食的努力 我就跟他說 不要緊嘛 我們就量化 就是 你量化 比方說我一個禮拜吃一天素 或者我一個禮拜吃一餐素 看你的方便 看你的心情 看你的感覺 但是你要知道說 有機會 有可能 有吃素 那你到時候很禪 或者是在某些場合 非吃肉 不可去吃吧 就是 我覺得不要把這種事情 變成一個 因為 你覺得素食好像是 一個絕對的一種要求 而我們大多數的人類 做不到絕對的要求 所以你就根本不去嘗試 我覺得 這個就是 道德害人之處 道德應該是 幫助我們去減少部份 道德不是加果 變成素食的聖人 我們要素食的聖人 是幹什麼呢 因為 我們相信說 你吃素 可以減少部份的痛 但是如果說 因為素食的聖人 太難做到 所以當然你就繼續吃肉 那結果呢 中國的聖人還是在那裡 但是你如果減少一下 你變成百分之七十的 百分之七十的肉食者 百分之五十的肉食者 百分之三十的肉食者 你就減少了百分之三十的痛苦 百分之五十的痛苦 百分之五十的痛苦 百分之七十的痛苦 那就是貢獻吧 其實我回到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道德 我很不喜歡把道德 變成一個絕對的要求 我覺得 我甚至於講一個更慌張的事情 我當初提出這個理論以後 我跟我一位讀哲學的朋友 談這個問題 我說 殺人是一個絕對的誡命 對不對 我說 殺人能不能用戀愛話來考慮 他說可以啊 你殺兩個人 當然比殺一個人壞啊 我說對喲 那這樣也對 當然不是說 我說一次就變成說 我可以殺一個人 但是如果雅定說 你殺 某個情況之下 你殺了一個人 你不要再殺第二個人 那你還表示 他有一絲兩生存在 所以我覺得道德這個事情 同時有一個量化的感觸性在那裡 那我用這個東西來 給各位做一個阻力 那回到那位 那個 我發現 你那個後來 這個問題我已經把 沒有記下來 看不到 那這位提到的這個 我聽您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講的主要是 倫理道德方面的考慮 你現在問你 怎麼樣變成 實際可以實行的一些東西 我理解你的意思 我理解你的意思 不是在把這個問題 因為倫理道德是 你個人 你自己做的事情 所以我問你的問題理解 是說 怎麼樣把公共政策 變成公共政策 甚至變成法律 其實我個人覺得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立法 台灣是有動物保護法的 那 做到什麼程度 那 有相關的實行細則 也有了 實行動物保護法 動物保護法的實行細則 也有了 那這個法律本身是不是完善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台灣通過動物保護法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李承輝 代表這個社會 至少賦予動物 某一種法律的地位 那你現在 我如果在街上 打死一隻狗 那個警察快來管了 但沒有這個法以前的話 他沒有什麼理由來管 就好像以前 你們再說各位 年輕 不曉得 三十年前 我記得我住在 南島那邊 我家對面的 有一家公地的一家 每天晚上 打小孩 小孩打得哇哇叫 沒有一個鄰居會去通知警察 那在那個年代 其實有鄰居通知警察 警察有說 他一旦鬧了地理 父母打小孩 沒關係 今天台灣能這樣子嗎 不行 那所以 當一件事情 法律上有了禁止之後 我覺得社會的風氣 會跟著改變 我就想說 不管今天性侵害也好 虐待兒童也好 很多其他的方面 我覺得法律 應該走在社會風俗 社會習慣的前面一點 他不要老是跟在社會的後面 因為 我甚至覺得說 法律在這個社會裡面 他除了有強制的作用之外 他也有一個 宣誓的作用 他宣誓我們告訴 我們這個社會 論有哪些事情 是不應該的 所以呢 我會覺得 動物保護法 我自己已經想過了 三個層面的意義 第一個就是我們每個人 你開始關心動物以後 或者讓動物進入你的道德意識 這個代表你每個人 你的平等意識增加了 然後你對於其他生命的關懷的程度增加了 我不說這有個因果的關係 我的意思是 這是因果的關係 就是一種造成意識的發展 那這個發展 這個發展 表現在 我們對動物進入所謂的 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希望動物保護在台灣 能夠變成一種 社會運動 就好像 像女性 同性戀 環保 消費者 兒童 原住民 這些每一個領域 像台灣都有相當鴻多的社會運動 那動保護運動的話 相對而言是比較薄弱的 比較落後的 但是呢 如果動保護運動經濟不發展 可以對於這個立法機關 對於行政機關造成壓力 最重要的是要把動物的議題 變成這個社會裡的一個公共的議題 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 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什麼問題能夠變成公共的議題 就表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公開討論 公開討論之後 這個社會又能夠形成比較好看 那我覺得說 這個是第二部分 我們已經得到實際的問題 就是實際實踐的問題 那第三個層次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談動物保護的時候 我們已經整個社會的 道德的立法會變得增加 那就好像台灣的社會 跟30年前 20年前 我就自己覺得 比起30年前 20年前 10年前 台灣的社會進行 我每次去中國大陸 我大陸的朋友都 記者來採訪啊 或者說他們要我談台灣的立主 要我談台灣的立主 我自己覺得 我不太喜歡跟 跟中國大陸的朋友 去談台灣的立主 我去談台灣的立主